插畫家邱千榮老師身為中永和在地居民 看到了瓦窯溝的家庭污水排放、配器物與泥沙淤積等問題 因此與綠書店合作 於2021年出版會本《醜泥怪》並舉辦展覽 除了介紹瓦窯溝周邊豐富的生態及其歷史背景 也帶著讀者反思如何讓瓦窯成為原先的面貌 我覺得這一本是一個讓大家就是很完整的事實陳述 然後讓大家去想一想的一本書 譬如說為什麼故事的最後結局是 他們看到他手中的那一盤 還有他有問的成果說 有辦法可以回到以前呢 他就會一直拋出問題 但那時候我們在拋出問題的同時 我也是希望就是在讀的人 就跟故事中的主角一樣 他也可以一起思考一下 就是可以怎麼做 他們認為真正對鍾永和有認同感的 是從小居住在這裡的小朋友 因此綠書店培訓了一群說故事的志工 到鄰近的幾間國小和幼稚園 將醜泥怪的故事說給小朋友聽 建立他們愛護環境的觀念 所以可以進行效力 去跟小朋友的小朋友 因為我們一開始做的目的就是希望 就是大人要改變有點難 所以只能從小孩 那如果是校園能夠進去 讓小朋友知道 甚至是老師願意在他們的教學上面 可以找到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那個材質 一定要被強圓一點的發展 其實在台灣 有許多溝渠河流 都與瓦瑤溝有相似的遭遇 卻沒有被關心 綠書店希望透過醜泥怪的故事 喚起更多民眾 關心自家身旁環境的儀式 鼓勵大家貢獻自己的專長 為家人盡一份心力